世界华人工商妇女企业管理协会美南分会在乔教中心前门广场分发口罩食品给侨胞及需要人士 请看记者秦鸿军的报道 在目前美国疫情依然持续严峻 民众对口罩的需求依然迫切的情况下 世界华人工商妇女企管协会美南分会再次捐赠2250片口罩给侨胞及需要的人士 活动上午10时半开始 乔教中心门前广场分八大趣味 停车即送出口罩及食品 前来取货的车辆一来一往两车道 常常排满了West Office Drive的街道 所有取舰者驾车前来取货不需下车 每车送一包五遍西医认证一次性有三层 内层有绒喷布的医疗用口罩 送完为止 当天还送出美国卫权公司休斯顿分公司经理 李乐只捐赠的160包有机干面 及世华工商妇女会副会长王阳霞 爱心捐赠的500瓶养的多 给大家天热解渴 当天参与活动的台北经文处陈嘉言处长表示 此活动正持续发挥台湾能帮忙 而且台湾正在帮忙的精神继续协助侨胞防疫